廉政公署今年頭三個月接獲的舉報 案年升一成一 而去年收到1,900宗貪污投訴下降一成六 當中100宗成功檢控 隊友人說廉署調查不力 廉政專員白運錄說調查貪污有限制 每一個人都滿意 其實有些投訴人對我們最終 譬如說對一件案件我們覺得不夠證據 他們都未必一定滿意 所以你說100%滿意 這個就不容易做到 因為跟其他的刑事案件不同 在貪污案件裏面 其實付錢和收錢兩方都滿意 沒有人不滿意 第二很多時候沒有受害人 第三可能沒有犯罪的現場 所以大家放心 市民說不是我們廉署直手遮天 我們喜歡查查 喜歡不查不查